齊柏林的儿子齐廷环 日前在苗栗演讲的时候 收到县府承办人员传错的讯息 说他是靠霸于印 而苗栗县长钟东景 除了公开向齐廷环道歉之外 也对相关人员做了惩处 不过呢 齐廷环不希望有人都有工作 那钟东景呢 也很感谢他的大度 所以在今天呢 齐廷环到了县府去拜会 钟东景呢 还当面向他表示歉意 我今天也 就是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说 我本来只是在自己的 的脸书上抱怨 那因为平常自己的脸书 也只有自己的朋友会看 那没想到就被 就是有被报导出来 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 但我很感谢县长 就是为我就是 出一口气那种感觉 但是我也觉得 就是帮处长科长 说几句话 就觉得他们 就是希望县长 可以帮他们重新处理 对 因为他们也确实也很辛苦 要办这个活动也确实不容易 对 当然既然齐廷讲了 我们还是会经过 考纪委员会 因为这个 因为既然社会都在关注了 我也不能这个 这个太寻思 当然 既然已经求钱了 那当然我想我们考纪会 那当然他们也会有所考量 我还是会尊重考纪会 当然这个当事人 他其实事情一发生 他知道事情 弄成这样 他真的他也应该是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先已经低了迟程 那当然迟程现在是在忍事处 还没有到这里来 那后面的后续 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 既然你讲话了 我想媒体又报了 那些委员也听得到 秦牧林的儿子 齐廷环呢 遭酸是靠霸的风波延烧 而时常发表对时事看法的 眼科医师黄又嘉 逆风发文 他说人们多少是有靠霸的 只是呢有人本质好 再靠霸呢 只是更有能见度 所以呢最终是看 这个人的本身 是不是自己有够本事 让人家不会提起 他是谁的儿子 因此呢黄又嘉认为说 不就是被说中了 所以才那么的生气吗 黄又嘉指出 承判人员呢 虽然是有错 但是马上回收了讯息 齐廷环呢 连这个截图的时间都没有 他也感叹了 台湾现在太假掰了 靠霸的不给人说是靠霸 那靠男人的说是靠自己 他也说了 靠霸真的是不用不好意思了 但如果真的是很介意的话 那就不要从事 跟爸爸事业有关的工作 看到这位眼科医师 也反击了整个世界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